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人说 魔女就是骑车 感受 风和自由 我喜欢魔女 每一次魔女都是一次感悟人生的过程 魔女就像人生之路 这个过程才是自己的 珍惜每一次遇见 活出自己的新高度 四川雅安 一群立刻车友在这里汇集 第四季立刻骑行节再次拉开帷幕 他们在这里开启2022年川藏县318进藏之旅 这次由立刻摩托发起的魔女活动 从召集人员开始就备受各界捉摸 此前出于对安全担忧等多方位考虑 国内没有一家摩托车企业举行大规模的模拟活动 立刻摩托成了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 立刻出发 安来抵达 出发 今明第四季立刻骑行节 除了立刻车友 还有各级媒体 国内外的合作商代表等人员参加 总人数达到200多上 这些人中既有跑大卡拉利赛的大咖 也有第一次接触魔女的小白 如何让这些人一起开启魔女制度 是立刻摩托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立刻追求的就是安全骑行 快乐骑行 所以在每次的骑行活动中 我们强调最多的就是安全 这次魔女是对全体的参与人员的一次考验 也是对立刻颓跌的一次考验 所以这次魔女强调的是纪律 因为纪律是我们安全最大的保障 立刻希望用十年的时间 扩大立刻骑行节的影响力 让全世界的车友们都得骑行 全球最美的警规大道 318春兆县 2022年8月8日上午 全体参与第四届立刻骑行节的车友 分成六组 媒体人员分成两组 每组设置组长 骑行官 安全官 分组出发 在触发仪式上 亚安茶马古道博物馆的馆长 在获悉立刻车友的壮举后 特地制作了一个锦旗 预祝活动圆满成功 我青春线的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 为了这个美梦 我们付出这代价 把爱情留给我身边 最真心的姑娘 不陪我歌唱 陪我流浪 陪我两百俱伤 随着海拔的升高 雪山 草原 河流 湖泊 秀丽的三一八国道 成为魔力途中 第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河流 我看着海下 走一光沙滩 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 欠满 欠满听说风 你一道 来自上海的女车友李嘉童 第一次参加魔旅活动 长途魔旅对她来说 既充满了对于诗和远方的期待 已承载着深藏内心的梦想 就是一路上有认识很多朋友 然后有一起骑车 一起开心 然后一起面对了很多困难 所以这次魔旅呢 我是真正的觉得对我的人生 有了新的认识 团队魔旅的魅力 是让两个陌生人 因为共同的爱好 在短时间里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立刻骑行节为全国魔友 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因为摩托车在魔友的眼里 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弘扬勇于探索 敢于挑战的精神 是立刻骑行节最初的设想 这和立刻摩托的企业文化 密切相关 目的就是让更多普通的魔友 来感受318穿脏性的魅力 立刻318组织的这一次的魔旅 对我来说 真的是至关重要的一次魔旅 让我把若干年的魔旅经验 能有效地总结并加以运用 分享给其他我的身边的魔友 通过一场魔旅 来弘扬摩托车文化和展示品牌形象 中间需要权衡利弊 承担风险和计较得失 这就是很多厂家想做而不敢做的原因 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车 忙忙一个小失误 就引发一场公关危机 立刻团队为骑行节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厂方专门成立了后期保障 车辆维修 医疗保障等小组 安排救护车 保障车 拖车等随行 并为所有参加人员 提供免费的安全驾驶培训 保险 实所安排 按照原计划 本次魔旅目的地是西藏拉萨 但在康定 队伍就接到西藏突发疫情的消息 随着疫情管控升级 队伍在巴塘改变形成 把目的地改为云南丽江 在丽江 丽克给所有完成魔旅的车友 颁发了丽克勇士奖牌 并宣布 第五届的丽克骑行节 会邀请其他摩托车品牌的车友 一起加入骑行的队伍 感受摩托车文化的美丽 所以我们的目的地变了 但是不变的是我们的初心 不变的是我们的坚持 立刻318 承接着大家的快乐和梦想 在奇形中 我们保持永攀高峰的勇气 在旅途中 我们分享着感动的瞬间 在时光里 我们刻出了人生的新高度 我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立刻出发 安然抵达 我曾经爱过 曾经为了爱 无悔付出青春 我梦见 梦见你的笑脸 长夜未央的陪在我的身边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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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风吹赶你脸上的遗痕 失去的爱 你不停在留恋 你回到时间 消耗掉的青春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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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黑夜 寻找黎明方向 失去的梦 有太多的无奈 别人飞越 跨过你的仇恨